那也就是你將來可以思考一個問題 以後反正你的工作一定有很多表單 反正一定有表格 使用者不是要填嗎 你也可以把他設成 給他一台電腦 自己輸入就好了 對不對 那有些最好還可以設成自動 他計算完自動會跳那個結果出來 不用Enter 然後自動怎麼樣幫你記錄下來 諸如此類的方法很多 那我說如果你要記錄下來的話 可以用這種方式 那我們是有點 利用什麼呢 利用這個立方 Z的立方 偷偷的放個什麼 放個1在這裡 當成什麼呢 當成我們將來存取 那你可以發現現在已經到4了 那一直往下 OK 那這個是一種方法 第一種方法 另外第2種方法 等一下再來講 你們也可以想一下 如果我說我今天 我可不可以另外一個方法 判斷說到底 我 Ctrl向下 有沒有 Ctrl向下 不過這個有個風險 就是 當我在 第一筆資料的時候 Ctrl向下 有沒有 如果 第一筆資料會 它會跳到什麼呢 這個數字 100多萬 104萬 8576 也就是說如果當完全沒資料的時候呢 會需要做一個判斷 OK 那這個又是另外一種方法 我想 各位試試看好了 如何把資料呢 如何把資料呢 記錄下來 所以第一個請你們把按鈕 把它排整齊 第二個的話呢 就是說呢 在這邊 我利用 在z的地方 加上一個什麼呢 加 加上一個1 然後加1之後再把它填回去 把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試試看 然後